这个是我最老的一个地方 这里是我在以前最早的一个早餐店 小超市还有一个小宾馆都在这个里面 卢磊这位身高超过1米9的90后湖南小伙 如今也是湖南最年轻的中国桥连海外委员 19岁来到这座城市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也是一个机缘巧合 有一个企业来招人去非洲 鸟子鸟子就把我给带跑了 刚入非洲 他就遭遇到了严重的水土 在湖南的夏天里有空调 但是在我们那边没有电 用水洗澡 一晚上洗七个澡 然后第二天就天亮了 当时的尼日利亚 除了石油业是支柱产业 其他产业发展之后 粮食不能自己 基础设施落后 人均收入低 年轻的卢磊刚开始在当地的中资企业负责财务工作 每天要押运相当于人民币数百万到上千万的现金 来往于银行和公司 日子过得胆战心惊 开车压述这个钱去银行的时候 有摩托车靠近我这个车的时候 我们就必然心里面就会有警惕的 当时他来拍我后面的门 但是一般我们遇到这个情况是不会停车的 我一脚油门就往前面冲 前面是银行大概500米 直接往这个银行里面冲 银行警察拿着这个枪子啊什么全部跑出来 把后面那个给他摁在地上 结果说是一场误会 现在雷哥带着郭伯要来上补习班了 Are you happy to have class? 除了工作上的艰辛和挑战 家中的亲人也一直让得牵挂 他家里体现 那个时候他家里体现也不那么好 妈妈又生病了 爸爸也身体不轻 南非洲第二年我母亲癌症 我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 我母亲去世以及下葬 我没有再过来 他真是是保险不保佑的 重重困难没有打垮卢磊 反而激发了他湖南新化人 倔强执着的性格特质 后来的十年中 他和妻子开餐厅做贸易 慢慢做出了自己的品牌 我创业的时候我都去包个包子 别人不相信的 我跟我们王沙哥老婆 我们四点起来发面 现在我自己所做的就是一个土地交易 我目标就是从农民首领把土地维修过来 把所有证件完善好 再交给我的大型的制造工厂 通过持续学习和开拓市场 卢磊不断结交当地朋友 拓展自己的朋友圈 开始在当地小有名气 有感于自己孤身闯非洲的不义 他开始利用自己在当地的人脉资源 帮助越来越多的家乡人 他想去奥西斯比克里斯 帮助越来越多的家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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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们卡诺坐飞机还得四十五分钟 到晚十五分钟之后 人家意愿说 你这个真的来得及时 如果你再晚来二十分钟 这个小孩就没必要抢救了 这个是散弹墙 我是小钟 我是一名非洲旅行博主 我和卢磊先生是在网络上认识的 他之前看过我的视频 当得知我要去尼利亚的时候 他就邀请我说 欢迎我去到尼利亚的卡诺 能拍一拍卡诺的风土人情 然后我就因他的邀请去到了卡诺 而且卢磊这个人做事 特别有魄力 敢想敢做 也很能吃苦 同时也喜欢结交朋友 他也很热心 华人同胞有需要帮忙的地方 他都会尽力去帮助 非洲创业十多年 卢磊是一带一路倡议 中尼合作共赢的见证者 也是参与者 一带一路的刚开始 到现在 我所见到的 像我国内的大型的工厂 进驻在非洲 这个生工发芽的太多了 当地的尼日利亚居民 他们能进到中国工厂里面去工作 他们感觉到很荣幸 第一个就是 中国商人给他们的待遇 比其他国家要高 第二个来 他们在国家的一个建设 他们有一种存在感 一个参加感 中尼两国在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 有着广泛的合作领域 和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 在桥连的引领和协调下 像卢磊这样的乡桥们 团结奉献 共同携手 为中尼两国经济发展 贡献桥借力量 作为海外委员这个身份 对于我自己来说 也是对我个人价值的一种体现 我会更加地去努力 认真地去维护 我们华侨华人的权益 帮助到我们华侨华人 我觉得我是更加有一种责任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